我找到了 你给我啊 金叔叔 真的假的吗 真的假的 就是这样 金叔叔 你不会起来 你干什么呢你 你不在一起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你们继续啊 怎么了 不是说在公司要公事公办吗 没什么 就是有点想你了 想我的话 那随时来见我就好呀 可能是最近有点累了吧 好了 好了 你忙吧 不用管我 我忙完了 一起回去吧 高山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请你不要骗我 只要你说 我就相信 这是高山抽屉里找到的资料 他最近找的东西很杂 但是这个抽屉里的 大多都跟清润有关 也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你们还是做的 这事你偷偷哪干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释 是 我非常欣赏高山 但同时他也很危险 凌王 我不希望你受伤 凌王 高山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 这些证明不了什么 清润破产以后 老板跳楼时候 他的名字叫高峰 他是跳楼去世的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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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全家服是在他的抽屉里发现的 种种迹象都表明 高峰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贝小伙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知道你心里有个跟我一样的猜测 你只是不想说也不愿意相信 我没有办法确认高山和清润有直接关系 但是换做是我 我也会提前准备好有可能的漏洞 我们不要再胡乱猜测 这些根本就不是实质的证据 有证据 我见过高山的妈妈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她 也许所有的答案 都会迎刃而解 至于想不想解 决定全在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